嗨大家好 这是飞波 没有错 今天依旧是我们的 舒爽赤波系列 那今天准备的是一碗赤虎拉面 各位可以想象成是平价版的一篮拉面 就是臀骨风味 然后配上点微辣的感觉 然后呢我还有选择加量叉烧以及糖心蛋 只是因为我是外带回来自己摆盘 所以可能摆的不太好看 大家敬请见谅 那旁边呢还有一份 唐阳鸡腿白跟咖喱可乐饼 那我今天这些全部都是在金门的 豚酱拉面买的好不好 平价的连锁拉面 一样是很美味的 OK 那我们就直接开吃 那我们首先呢 就来感受一下它的叉烧 这应该是我从东京回来的第一碗拉面 感受一下 油脂没有到非常丰富 但是也不会过瘦 就是一个适中 嚼起来很爽的口感 再来呢 吸一下它的面条 这种宽度的面条 我觉得才是最赞的 不过现在主流其实都是这种偏细的拉面面条 我觉得我自己现在也算是西面达人的 好不好 吸一波 细但是Q 然后很多调在一起的时候 一小压去那个感受真的 赞 连吸一波 其实这种平价的吃起来也是很幸福的 再来是我们的唐心蛋 唐心蛋还是要配个唐起吃才是这种 属于那一种就是蛋黄的酱味比较明显的唐心蛋 我觉得这样真的是享受 一整坨不间断的洗漆真的是有点难度 因为你不晓得它的终点到底在哪里 大家可以看到它上面这个少许的辣油 就真的很像是那种一蓝拉面上面那些辣粉 就可以让你的臀股的香味再增添一层风味 这一口太大坨了我吸不完 OK各位 是时候来吃我们的唐阳狙腿排了 挤压的时候 油脂整个是露出来 我这一次呢就没有买白米饭来配了 就是我想要专心的吃一碗面 然后配上它的配菜 感受一下 我觉得这种日式的唐阳鸡呢 它都会自带一个甜味 然后配上它表成那些香料 就是有点咸甜中和的感觉 其实拍吃播真的是很爽 就是我可以吃一些我自己平常也不会吃的东西 然后因为我平常也就吃便当啊 不然就吃乳味 像吃这样这么执操的时候 也要花不少钱 但是拍片的时候有好处就是会有一些广告收益的回馈 就很像一点折扣 像我这餐可能300多块 那我的广告收益好的话 可能就有200多块的回馈 因为这样我一餐就变成100多块 算是一个主动型折扣 然后回给观众我们继续吸面 我旁边还有一碗加面的 所以不用担心可以吸个痛快 我这样吸一吸有个性格是 你边要想要边吸边搅 你要先吸完 然后在口中慢慢搅 这样会比较顺畅一点 再给各位示范一次 咖喱可乐饼 咖喱的香配上一点微甜 然后表层薄薄脆脆的 舒服 然后专业的就要把它泡到汤里 稍微沾一下 真的是很搭啦 就是多了一点那种味噌的咸味 我这样一整桌啊 基本上应该跟一碗一篮拉面 差不多而已 OK各位我先把我的加面给扔下去 不然它看起来快要凝固了 变成一块拉面牌 我怎么觉得这个加面比我 原本的面还多 好不好又一碗拉面出现了 豚酱拉面各位朋友知不知道 他们是无限加面的 如果你内用的话 加面是不用钱 可以吃到饱了 继续吸 平价的拉面呢 你也是可以吃的很美味很享受的 OK各位 再来把我的鸡腿排耗一下我的汤汁 给它稍微吸润一下 真的好会洗面喔现在 应该说去到日本那个拉面店的氛围以后 周遭都是非常快速在洗面的时候 你自然就会了解 诶到底该怎么洗 OK各位我想这个影片应该够长了 吃得非常爽快 我要配着YouTube影片结束这美好的一餐 我现在口袋里真的就是 刚才咖喱可乐饼的香味 然后还有带一点微辣的臀骨感 OK那就这样啦 感谢各位 那我们就下部影片见 拜拜